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想致富先修路 中国人一直把这句话铭记在心,并且奋力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再不断地修路,依此来提高基建技术 从如今祖国的发展来看,中国的铁路建设是非常成功的,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们脚下的路平坦又宽阔,四通八达 然而修建它们却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但是中国人是非常有恒心有毅力的 为了人民的交通能够便利,基建工人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建成了中国最难建的一条公路 这条公路建成后被誉为是奇迹,它就是亚西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连接着西昌和亚安是四川的命脉所在 工人们修建亚安高速公路是非常不易的,因为四川的地形实在太复杂了 多是高山和丘陵,很少有平原,因此公路是依山而建的 基建工人们首先打好地基,建好高架 这样的工程在大山里面做难度系数是非常高的 并且四川又是地震多发区,稍不留神就会引发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但是工人们最终还是靠着自己顽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技术 把所有的不可抗力因素都克服了 仅仅五年的时间,亚西高速公路就全线通车 整条高速全程240公里,打造了25个隧道,修建了270座桥梁 除此之外,为了能够让司机们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安全行驶 工人们在一路上安装了很多安全设施 郡公后的亚西公路可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它蜿蜒在崇山峻岭间就像条龙 光是站在远处观望着就极为震撼 更别说真的置身其中了 因而它被媒体评价为一大奇迹 吸引了很多外媒的关注 大家还能不能列举出中国其他的一些举世瞩目的建筑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